我去年寫了很多那種類似嬰兒童謠歌 接下來也是一首去山山畏牛 這首歌是我外婆的故事 外婆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機會 她就會跟我講故事 她說她讀到國小三年級 那時候是日本的教育 她讀到國小三年級 她說其實我很會讀書 可是我媽媽叫我就不要再繼續讀了 因為她的哥哥就是過世 很多小孩子都很早就過世了 她說哥哥過世了 上面沒有人可以去幫忙做家事 所以她的父母親叫她 國小三年級叫她不要去讀書 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去山上 餵牛吃草 然後我就說哇 你應該是很有錢 應該是牛很多嘛 然後才會叫你不要去讀書 去看牛 我說沒有就一隻而已 可是那個一隻可能是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很 算是我們很棒的 就已經很好了 就因為她可以幫我們很多很多忙 所以特別要一個小孩子去顧那隻牛 所以我也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寫了一首歌這樣 去山上為你 她說有時候一個人去山上很寂寞啊 我這麼想要不停的 我請問你 妳想找人去做一部 我請問妳 我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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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問你 我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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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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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